詞曲 李宗盛 我是亦如 好朋友們也常常叫我魯如 我其實是一個傻大姐 就迷迷糊糊的 然後有時候做的事比較隨性 那我也很喜歡去旅遊 享受生活與美食 那每次看到有好朋友分享最新的美食啊 我都會也想去探索一下 我平常呢也很喜歡去運動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運動要讓自己保持身材 然後希望可以保持年輕 不要那麼容易老啦 我國小到大學呢都是在高雄長大的 所以每次回高雄的時候都會特別的感到溫暖與溫馨 我爸爸以前的時候我覺得他很帥 當然現在也是很帥 他旅遊、郊遊、打高爾夫球 都是他很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也謝謝他都會默默的關心我和我弟弟這樣 那我媽媽是就像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最好的姐妹一樣 他會很會隨時照顧我和我弟 那我覺得我媽煮的飯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能當她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我婆婆和我爺爺從小很疼我們兩個 那我婆婆以前都會煮很好吃的牛肉麵給我們吃 我曾經在暑假的時候在我婆婆家就胖了七公斤 但是身高又長高啦 那我弟呢叫彭飛 我們兩個從小感情就很好 一直以來很感謝有這個好弟弟這樣陪著我 教我很多男生會玩的電玩遊戲啊 也會保護我 那現在長大換我保護他教他了 我很喜歡去旅遊 然後也一直幻想著自己能飄飄亮亮的去上班 所以空服員對我來說就一直是一個夢想的工作 那時候我還記得那時候發現自己錄取的時候 我還在我堂姐家大叫呢 就是一到四樓應該都聽得到了吧 因為那時候的開心真的是難以言語的 那很謝謝這份職業帶給我的美好回憶 讓我覺得老了以後呢 也可以懷念 也或者也可以跟自己的小孩分享 哈囉我是江恆君 大家都叫我Patrick 我爺爺是個性溫和的醫生 他從小就很寵我 我人生第一台電動玩具就是他買給我的 我奶奶是我的啟蒙老師 是他教我寫英文字幕 我大舅媽則是熱心助人的社區大家長 在我小學下課的時候一直很照顧我 從小到大我父母讓我衣食無缺 並養成我努力不懈的性格 我從我爸身上學到了 只要努力縱使失敗 上天也會在將來補償你 我則從我媽身上學到 人生就是場馬拉松 好到最後才是一家 我同年有我奶奶大舅媽及我媽帶大 大約是幼稚園吧 我爸媽就把我接到加拿大 所以這是我在加拿大的家 然後在加拿大我們也有去旅遊 大班的時候又回台灣念了一小段 然後就畢業了 所以我的童年就是輾轉在台北跟文革華之間 大學時我在聯邦政府擔任實習生 回台之後在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四年制婦女 我很感念我在事務所一天工作16小時的日子 真的是16小時一天 除了睡覺就是工作 除了工作就是睡覺 吃飯也在工作中進行 目前脫離了無間地獄 任職於外商擔任全球內部集合職務 我的興趣是歷史工作及旅遊 尤其是經濟史 同時我也很喜歡旅遊 因為旅遊也能讓我觀察當地人聞的一切 總之我的興趣就是觀察 及自我感覺良好的貴納總結 還沒有真正認識易如以前 一直以為易如是大小姐 嬌嬌女之類的女生 但其實是一個堅持AA制 不占便宜而且很獨立的女生 新時代女性 I know you thinking of yourself It's not if you can pay it safe You still do it all the way 一開始見到橫君的時候呢 真的覺得她是個很嚴肅的人 因為她看起來就很精明幹練的樣子 但其實認識她後 就發現她其實很親切隨和 然後也是很謙虛 那同時我也覺得她是一個很善良的男生 交往後呢 就更發現她是一個很體貼的人 比如說當我下班很累的時候 她就會親自幫我下廚 做飯給我吃 因為她希望我可以吃到熱騰騰的食物 尤其在下班很累的時候 I think it's all the same Yeah everything's not a win or lose Why can't we make our own lose So I love it's a little bit of pain 那我覺得她真的很貼心 I want to go 還記得照顧後 我們一起去東京玩 推廠我訂了一個超爛的航班 明天五點回台的 結果我自己卻跑不到病倒了 但一如卻完全不會不高興 還幫我顧行禮讓我好好睡覺 經過這次真的真心覺得 她是一個很為我著想的女生 也因為這件事讓我認定了 她就是能和我一起牽手走一輩子的人 我們的個性和喜好 就像在天秤的兩端 有時候很像 但有時候又是互補著 才發現呢 我們就是兩個半圓形 也因為如此 透過著包容和互相比貼 我相信我們的愛就像一個圓 永遠沒有結束的那一天 我愛你 N君